冒蝶老汉刘诗坤奋力阻止人口下滑 哎呦老汉卖力钱 中国人口下滑情况严重 2021年全中国只增加了48万人 这种情况过去没有过 为了解决阻止人口下滑问题 80多岁的老爷爷开始努力了 老爷爷都开始拼了 年轻人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有人说我有劲使不上啊 有人说我有劲使得不是地方 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这个问题太复杂 但是呢事实是反正是 83岁的著名钢琴家刘诗坤老爷爷 哇愿意再生一个娃 愿意再生一个娃 他年轻的小太太已经爆料说了 现在呢已经在备孕当中了 最近83岁的我们钢琴大师刘诗坤 带着小女儿一岁多 和自己的年轻的太太接受访问 老夫少妻啊 那三人同框 画面据说相当温馨 刘老爷子呢已经有两个儿子 但是他最疼的还是 现在年纪一岁半的这个小女儿 妻子说现在已经计划生三胎 生了三胎之后 你看上面两个大儿子 下面再来一个三足鼎立 我的问题是靠80多岁的老爷爷来努力拼命解决人口下滑问题 中国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得到解决 导演